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是几个多功能用品中的电器粒子 购买了这种电器可以省掉购买其他电器的种类 多功能料理机 这种电器可以切 爆 剁 搅拌 大蛋糕等多种不同的烹饪动作 同时还可以作为榨汁机 豆浆机 冰沙机等多种不同的用途 如果购买了这种电器就可以省掉购买榨汁机 豆浆机 冰沙机等其他的烹饪用具 多功能洗衣机 这种电器可以洗衣服 空前 脱水 消毒等多种不同的功能 同时还可以作为硬烫机 折叠机等多种不同的用途 如果购买了这种电器就可以省掉购买硬烫机 折叠机等其他的家用电器 多功能电烤盘 这种电器可以烤肉 烤鱼 烤蔬菜 烤面包等多种不同的烹饪方式 同时还可以作为炖锅 烧烤架等多种不同的用途 如果购买了这种电器就可以省掉购买炖锅 烧烤架等其他的烹饪用具 这些多功能用品的家用电器 可以为您的家居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损失省地的效果 这样可以让你减少购买不必要的产品 也可以减少浪费 技巧二 自制家居用品 我的第二个省钱技巧是自制家居用品 许多家居用品在市场上的售价往往很高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动手制作 来节省开支 例如你可以自己制作窗帘 抱枕 地毯等等 在互联网上有很多DIY教程可以学习 你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教程开始试做 这样不仅可以让你节省开支 还可以增加DIY的乐趣 技巧三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我的第三个省钱技巧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许多人习惯开车或是坐寄乘车出行 但这样的费用往往很高 相比之下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可以让你省下很多费用 此外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崇的生活方式 技巧四 进行价格比较 我的第四个省钱技巧是进行价格比较 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我们不妨多花一点时间进行价格比较 这样可以让我们找到价格更为合理的商品 在互联网上有很多比价网站可以使用 你可以通过这些网站来找到最优惠的商品 此外 还可以通过使用优惠券本方式来进一步节省开支 技巧五 制定预算 我的第五个省钱技巧是制定预算 制定预算是一种有效的管理财务的方式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和开支来制定一个合理的预算 这样可以帮助您更好的控制开支 避免浪费金钱 制定预算还可以让您更好的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有助于更好的管理您的财务 在制定预算时 您可以先列出所有的开支 例如房租 水电费 食品和交通费用等 然后您可以督算每个月需要花多少钱 并将其例入预算表中 接下来您需要确定每个月的收入 并将其与您的开支进行比较 如果您的开支超过了收入 那么您需要找到减少开支的方法 例如减少娱乐费用或食品开支等 制定预算还可以让您更有效的储蓄 您可以将每个月的储蓄目标 列入预算表中 并将储蓄金额从收入中扣除 这样可以让您更容易地达到储蓄目标 并帮助您更好的管理财务 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五个省钱的生活技巧 方便是购买多功能物品 自制家具用品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进行价格比较和制定预算等 这些技巧都是非常实用的 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节省开支 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同时这些技巧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财物 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 省钱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 相反 透过这些省钱技巧 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的财务 并在生活中享受更多的乐趣 希望这些技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VideoLab的朋友请赞好和订阅本频道哦